小美江美琪推出新專輯 受邀擔任公益大使 呼籲民眾關懷弱勢兒童 已經成為人妻 更有個寶貝兒子的小美 不只是投身公益 還要幫弱勢兒童圓夢 我在新聞上只要看到 有關於小朋友的事情 我就覺得我很希望可以 藉由自己的力量 然後去呼籲包括自身做棋 因為我記得我好多年前 有去一個偏遠學校 然後去跟那一些小朋友 我們就是玩了一整天 然後那個小朋友他居然還記得 所以他在臉書上有 把過去的一些記憶跟我分享 其實我是還看到我是蠻感動的 我就覺得原來我這樣子 一天的唱歌陪他們玩 他們還記得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些小小的力量去感染他們這樣 被稱為暖心女生 沒想到江美琪也想跨界飆演技 演戲我倒是 真的還蠻會演的 大家都沒有人找我 怎麼知道 就是還蠻想要挑戰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以前也演過音樂劇 但是演戲這個部分 目前好像就是還沒有這個機會 什麼角色 我很想要演搞笑的 因為我覺得搞笑很難 搞笑的那個角色 反而是更難的 你說邪心那種嗎 還有沒有那種禁忌的 最不願意演的那種 最不願意喔 害怕那種角色 害怕就是哭戲吧 因為我哭點很低 我怕我一直哭眼睛會很腫 所以哭戲我就會比較害怕這樣子 所以我會跟他講